全部都不 但是現在體育處 我如果打電話問體育處 現在意思就是說 你是煩惱嗎 我來跟你說沒有 問題是你們上面說 有 我要相信什麼人 所以連台北市政府裡面 現在承辦人員 為什麼現在各局處 現在說統一口徑 各局處針對小巨蛋都不可以發言 為什麼不能發言 其實基層講的才是真話 我跟大家報告 我今天了解這個案 這家公司 他在資格標審查的時候 要提供什麼 要完稅證明 對 可是才成立21天的公司 哪來完稅證明 沒賺錢 所以是內定 內定 不是 那你完稅證明 你總得要有負責 就是說刑事審查 你要給 也要拿出東西來 在這個刑事審查的過程當中 也應該要有這個東西 對啊 可是沒有 21天的公司 而且 你總會質疑他 你公司才21天 你哪來完稅證明 結果公司總要回答 沒有 問題是 這個紓捆 都說沒有不合格的 資格標都過了 這中一個 我相信這個人 如果不是膽大妄為 你怎麼敢做這種事情 如果背後沒有人高人質點 而且你有發現 台北市政府相關 只要被質疑的案件 通常都是 好像副處長以下決定的 處長以上都沒問題 要求我 凡事就是一推256 我不知情 這不是我負責的 我不要介入這種細節 這樣就可以推掉嗎 問題是 至理性農 叫膽大妄為 膽大包貼 15億的金融 不是這個層次可以去貼 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 它現在涉涉的 這是照標 現在說的都是照標的問題 現在是檢調有在查一部分 另外這個部分是 市政府自己在管罰款的問題 因為因為旅行合約 那罰款累積到一億劃 結果現在他只開出 罰單二十萬而已 這最好 沒有罰 你這應該在查公道 什麼人被包庇掉 說不要去開罰單 這種跟閉案還沒有關係 市政府還現在還沒有率先 照理說是要罰一億多 如果你沒有罰 他也付不清罰金 你要停止合約 而且洪宇 他有一億五千萬的履約保證金 除非這個履約保證金沒有提撥 如果有提撥 這個錢應該在市政府手上 他有開支票 但是不要人求不處理 你直接扣起來就好 你不用給他投資 在這裡履約保證金 扣起來就好 是 馬英九沒有處理 我要請請教議員 就是要完稅證明 你才不敢問 問完稅證明 你就是21天的公司 我有問 我才不問 裡面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裡面有說 你本身要有完稅證明 還要拿出證明說 你有法度乘坐一萬五千個 他說一萬就可以了 這張決標紀錄裡面 裡面文章學問多大 你知道嗎 他說本案投標廠商 他說兩家 因為第一次留標 第二次就不用三家限制 他說開標前 合格投標廠商 兩家 不合格的 兩家 裡面有誰你知道嗎 蘇君是小紀錄 副處長 副處長 黃鎮坤 黃鎮坤 還有這裡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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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這裡有市政府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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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這樣 那不是這樣而已 不是這樣而已 我有看到你的調查 那裡兩間公司的董事是重複的 重複 重疊有夠多 董事是很多重複的 競標兩家公司董事重複 指淨是維標 你聽到嗎 指淨是維標 但是他們這樣審查都沒看到 都過關 那不可能 有可能嗎 這是馬英九市政府發生的事情嗎 等一下我們要先開放給大家來Call in 我們先休息一間廣告 謝謝